Acoustic刚刚推出了一款自己的新的削波的插件 专门做Clipping的插件叫做Ash 咱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好,我是Alex Ash这款插件刚刚推出不久 我看已经有人开始在讲了 咱们也一起来看一看 它这个实际上是一个Clipping削波用的插件 不要把它当作是线符 虽然它里面有一些线符的一些元素 但是从功能上来讲 它不完全是一个线符的插件 所以说到Clipping插件 我们基本就知道 Clipping的实际是把你波形上面的一些尖尖的地方削掉 然后给你一个比较悦耳的方式 让你实现这种削波的那种感觉 削波那一般有硬削波,软削波 如果是数字削波 也就是说你超过了 比如说0dB的话 那种是非常非常难听的 如果你用专门削波的插件去处理的时候 它会给你处理的稍微的好听一些 或者更像硬件一些 有很多像电子管 有很多像一些硬件设备 它有一些软削波的那种感觉 听起来比较悦耳 会产生很多的这种谐波 所以会让你的声音音乐听起来更好听 所以这款插件 它一共给了两个界面 一个是上面看上去很仿真的这么一个界面 异象的这个Acoustic的风格 另外它给了一个叫Flat 平面化的这么一个设计 咱们先看看下面的这个 这两个插件使用起来 流程和功能都是一模一样 只是界面长得不太一样 有些人可能更喜欢这种风格的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功能 这个是这个Acoustic的插件的尺寸 你会发现这个尺寸你改了以后 你需要重新加载这个插件才能起作用 这我不知道是不是跟Studio One的bug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每次都需要重新加载 然后这边是输入的信号的表 RMS也就是平均的一个音量 然后PK就是Peak 就是你的峰值音量 接下来有Input 然后这边有一个表 这个表是告诉你信号强度的表 跟这边很像 一会儿我会解释是什么 接下来是Gain Reduction 因为你的消波你一定会消掉一些信号 你消掉那些信号就是增益的减少 那就会显示在Gain Reduction这个地方 然后上面这个地方是监听 左右就是你信号进去立地声 监听的就是立地声 你可以单独监听Mid 或者单独监听Side 或者是点这个小三角 你就可以听你的信号处理前处理后之间的区别 上面是Bypass 这个都很好理解 下面这个Mode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 应该是Acoustic以前自己开发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插件里面的Clipping的模式 看上去比较复杂了 但是它会给你一些最基础的一些词语 你大概能明白 比如说像Smooth比较平滑的 加三加六 Soft Hard等等的 我觉得不用太纠结于它到底是什么 仔细的去听一听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 一般来说Clipping的话会给你的区别就是Clipping的力度 以及Clip的那个范围的长短 或者是它整个这个曲线 你可以有时候把Clipper想象像一个压缩曲线一样 它也有一个曲线 这个曲线很弯的时候 很提前它就会开始去Clip 然后你出来的那个音头 就不是那种平平的 而是那种稍微圆一点的那种形状 而有时候这种形状越软一些的Clipping 会给你很多的这种丰富的像电子管一样的斜拨 越硬的的话 响度越多 但是感觉突然出现的过载也会越多 完了以后中间有个这个钮是可以转的 这个是帮助你去增加你的Clipping的数量 相当于是细致调节的那个功能 下面乘4就是把你上面的数值乘以4 咱们先看一看目前的这个 如果你去用这个的时候 第一件事你要做Gain Staging 这Gain Staging怎么做呢 我们先放一段鼓的声音 你注意看这个表 你需要把这个东西推 差不多在这个地方 在0的地方 然后Gain Reduction最好不要出现 这都放到这 当然如果你进来的信号就巨大的话 你可以把它往下拽 减少Input这样的话呢 不会让它先Clip 有了这个以后呢 你就可以用接下来中间这个大的圆钮去 仔细的调整你的Clip的程度 调整这个时候呢 注意看Gain Reduction 比如咱们希望能够达到两个DB的 左右的Clipping 差不多是这样 下面是乘4呢 你可以增加 那很显然你会Clip的很多 你听到那个扑扑的那个声音 就是Clipping出来的声音 所以一般来说两三个DB是足够的 不要拿它去Clip太多了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呢 有Mid Side 你可以指Clip中间的信号 或者是两侧的信号 或者它们之间任何的一个点 这个东西在做总线处理的时候 是格外的有效 一会儿我们会去演示一下 接下来呢是Hard和Soft 就像我说的这个Clipping 也有它的曲线 如果你是很硬的这种形状的话 这个声音只要没有到你的拐点 它就不会Clip 如果说你是一个很软的话 它会渐进的一个过程 慢慢慢慢Clip 相当于是把那个音头 压完内容变圆形的那种感觉 此外呢它还有一个 叫Post Clip 这相当于是它的第二段的Clipping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Sealing 这个Sealing里面的那个拉材单里面 有很多可以选的 简单的 简单的这是Low Aliasing 也就是低锯齿的 换句话说就是高品质清晰一些 然后还有True Peak 然后呢有Aggressive的和Transparent 也就是更强力的或者更透明的 加上True Peak 然后里面这个1248呢 实际上是Oversampling 比如我们就选择一个Transparent的一个 8倍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呢 当你前面都已经Clip差不多好的话 你看到两三个DB的时候 你仍然可以用这个Post Clip 对它的时候注意下面这个字 差不多两三个DB的 没有的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你听这种东西就感觉有点像压缩 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硬的一个压缩的一个功能 再往上呢 Auto和-1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 就算是专强式的线幅的话 你最后输出之间你可以点上-1 这样的话你整个的输出的就会到-1DBFS Auto呢就是帮助你去平衡你输入输出的信号 点了以后呢 你输入输出的信号呢 水平是一样的 但是呢这样时候你可以听很清楚的 你的这个差点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然后呢这边是oversampling 就咱们可以放到32倍 我的电脑现在基本只能跑32 就算单一个插件的时候 或者差不多64 32-64左右 1280肯定跑不动的 然后这个meter LUFS 你点了以后呢 所有这些RMS的这个监控就全都变成了LUFS 响度了 所以这就是大概它的一个使用的方式 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多的色彩的声音 但是呢往往那种很透明的 不是很明显的消波呢 会给你整体的会议带来很多的帮助 尤其是像鼓啊这种 或者是那种打击感特别强的 不是很匀的那种乐器呢 你确实可以用消波来控制 很多的时候你用消波的这种方式呢 把它控制到一个很合理的范围 比较平缓 所以这是功能 我们来听一个立体声的音轨 然后这时候呢 咱们用一下它的这个华丽界面 仿真界面的这个 其实所有功能都是一模一样的 你在刚才看到的那个软件里面的 那个插件版本里面的功能 在这边全都有 我们呢用这个L2放到后边 去看一下它这个给波形带来的变化 咱们不用L2做任何的处理 咱们只是用它来做监控 好我现在放音乐 这个时候呢 你要用这个输入 增加你的信号的提升 因为你现在信号很低 注意看这个地方 差不多让它接近零的地方 但是不要出现Gain Reduction 它这个表定不是很清楚 我一直对COOSEY的这个表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印象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OK 这个时候我们呢可以用这个大的钮来调整 你会发现它差不多有不到两个DB的Clipping 好我们这个地方呢把这个-1打开 让它的Seating降下来 降下一个DB 然后此外呢这个地方呢 Auto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自动音量的补偿 LUF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显示平均响度 Bypass 还有呢去监控你的声音 两个声音之间的区别 这个跟刚才那个Flat 是一模一样的功能 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开始选 从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开始选Hard或Soft 我们可以听对比一下 你听那个军鼓 如果Hard的话 那军鼓打的会特别的明显 所以Hard Clipping 很多时候会让你的声音感觉更烤浅 T&D更近 但是呢突然间的这种过载啊 或者时针就会增加一些 此外呢仍然这个地方还有这个Post Clip Post Clip的模式呢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选 比如我们仍然选一个Transparent Limiter 和True Peak 把北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表在这儿 你可以看到这个 在这个L2上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在上面尖的就去掉了 对就是这样 此外呢我们要讲一下这个Mid和Side 你可以只ClipSide 用这个软件的把Side的信号提起来 当你把这个滑棒往这个Side边转的话 你会发现这一点 你感觉你的声音好像两侧的声音会开始大一些 It's a trap But I keep falling over and over and back Every time she wants to stay I don't wanna bring her closer I can push her away I wish I could be sober But she exposed me while she eyes her face I don't want her unsteady hands I want her to be a liar I know she moves away Dance ruin my mind Hide my young 特别有意思 你就觉得似乎是你在用这个滑的这个东西呢 能够把中间这个人推向你 或者是往后放 然后让两边的声音过来 或者是回去 怎么样一个调节 所以用戏还是不错的 这个呢又是Acoustic的一个 收集了很多他们以前做出来的这些各种各样 Clipping的经验和Clipping的代码等等的做一个合集 用起来还是觉得还是不错的 我个人更喜欢Standard Clip那种 稍微有一些视觉的体验 而且比较干净 非常非常干净的那种Clipping 因为特别好控制 这个呢也相当不错 尤其是它那个Flat的那个版本 所以如果你需要一个这种Clipping的插件 你目前手上没有其他的话 你可以试用一下 但是我个人始终对它的这个 Coustic所有的这些表感觉都是慢般拍的感觉 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晰 相对来说呢像L2上面的所有的这些显示 非常非常快速 非常的清晰 如果你是那种需要更多的视觉方面的辅助的话 可能这个会更好一些 当然了如果你是完全是靠听觉去调的话 也应该靠听觉去调 那这一款还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呢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试一下 好吧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听听要上 拜拜